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迪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免费的快速的VPN 那它的特点就是两个啊 一个是长期的免费 啊非常OK 第二个是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对于正常来用的话呢 都是非常不错的啊 我本人也在使用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就用正题 首先我们打开浏览器 这款VPN呢叫迷雾通啊 它的英文字母就是GEPH啊 我们的搜索栏直接输入4个字母 那第一个就是了 我们点进去 进来都看一下啊 我们朝下拉一下看一下 那它现在呢就是可以支持Windows7以上的版本 可以支持MaxOS版本 可以支持这个版本 还有这个安卓版本 那么苹果的LS呢还在这个开发当中啊 那么对于有一些下载不方便的小伙伴啊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来讲的话呢 我会等一下把这个 APCAD这个版本下载好啊 放在百度网盘里面给大家免费的提供一下 那么第二个办法等一下我也会给一个不用翻墙的一个下载的方式啊 链接 等一下会给大家视频下方 那么现在我们演示一下这个Windows版本 我们点击下载啊 现在正在下载当中 它很小的啊 就是几十兆 OK下载成功 我们直接在这边点开它 直接运行 安装 这里选择中文简体 我们确定 那在C盘我们 我们换一个 换一个G盘 OK下一步 确定下一步 桌面充卷快捷方式 下一步 安装 这边我们闪跳过 OK安装完成 好了 现在我们来到桌面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MU桶已经安装完成了 好了 我们来打开它 因为之前我是下载过的啊 已经登陆过的了 所以说现在重新安装了它自动登陆的 自动登陆的 那我们直接连接 它是智能连接的啊 你要想改位置改线路也可以 它这边线路蛮多的啊 免费的线路的 这些都是免费的线路 这些是付费线路 你都不管它 我们用就用免费的就可以了 它自动是识别的 我们就以 法兰克福这个来试一下 点链接 那这里是链接成功 OK 我们打开浏览器 我们试一下YouTube OK 正常的加载 正常的加载是没什么问题的 我们随便点开一个视频看一下 我们快进去看看 快进去看看 看看那个视频 那现在是跑到2500Ki 2500Ki的速度 再快进一下 基本上它是可以满足我们正常的使用 没问题 把这个网速其实 给你本身的WiFi的速度 给你这个电脑的配置 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还有你的时间段也有很大的关系 一天24个小时 不可能每次每刻都非常的这个 流畅 我们开车都还会堵堵堵吃了 对不对 很正常的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 观看我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